每次下饭店点菜必点的,总有那么几道经典美味,今天小编就整理了几道大家都喜欢的家常小炒,快来看看有没有你爱吃的,爆炒鸡针原料,小米椒,鸡针,大蒜,盐,生抽,黄酒做法,一,鸡针冷水下锅,煮变色了捞起切片,二,切好的鸡针加盐,加黄酒加生抽腌制,半小时以上,三,大蒜切成蒜蓉,小米椒切小段备用, 四,炒锅下油,然后放入蒜蓉和小米椒中火热香,下鸡针炒,因为颠制过,就不用再放调料,一直炒到鸡针熟透,就可以上菜了,小贴士,如果觉得太辣,还可以撒上香菜碎,加上一起吃能增加香气,又稍微舒缓辣的感觉,酸菜鱼做法,一,先把这鱼洗干净,起肉,切片,然后放了鸡蛋清,面粉捞匀以后备用了, 二做酸菜鱼当然少不了就是这酸菜,切丝三,材料准备好了,就可以开始煮了,现在油锅里爆香花椒和辣椒面四,再放入辣椒杆,小米辣,香葱,姜片和鱼骨,五,然后加热一升多的水煮汤,调好味以后煮了大概十多分钟左右,六,就把酸菜和鱼骨等配料捞上盘子里,七,剩下的汤,煮先前腌好的鱼片, 八,鱼片煮熟,就连糖倒到酸菜垫底的盘子,用猛油爆香辣椒干后,淋到鱼身上,即可酒,撒上胡椒粉,一盘香喷喷的酸菜鱼,就这样完成了肉肉断做法,一,先把肉切成二分厚的片,再改切二分五关,八分长的斜段,用烧酒,请盐味一会,二,再用淀粉加香油调和姜好, 二,用一小碗加烧酒,香油,白糖,醋,味醋,酱油,淀粉堆好植物备用,三,勺内植物加宽油,烧至七层热时,把肉断下勺内,榨成金黄酥脆时捞出,四,大勺少留底油,下葱,姜,蒜,黄瓜片,冬笋片炒几下,放炸好的肉断,再把堆好的植物泼入勺内,颠翻几个个,低香油除勺装盘口水击做法,一,洗干净, 请鸡腿去掉皮下脂肪,烧开锅,先大火蒸五分钟,二,给鸡腿帮个个,再大火蒸五分钟,关火后继续焖十分钟,准备一盆加冰块和姜片的冰水,把鸡肉泡进去,直到彻底变凉,三,切些黄瓜短,调汁,红油四勺,白糖两勺,醋二勺,生抽二勺,花椒油,二勺,黄酒一勺,芝麻二勺,香花生一小把,辣椒碎一勺, 香葱末,姜末,味精四分之一勺,盐三克,冰水四分之一杯混合均匀,四,鸡肉斩块,把调好的汁浇在上面,拌匀后进冰箱冷藏三十分钟就可以吃,辣辣麻麻的很好吃和乐鸡翅做法,一,锅中倒入水大火煮沸后,放入鸡翅超烫两分钟后捞出,用清水洗净鸡翅表面的浮沫后,避干备用,大通切断,将去皮切片, 二,锅中倒入油,大火加热至四成热时,放入丁香,八角,花椒,桂皮和香叶,煎出香味后,放入葱节和姜片爆下,三,把鸡翅倒入锅中,翻炒一分钟后,倒入可乐和清水,再倒入老抽搅匀后,盖上盖子改成,中火,焖煮二十分钟,四,打开盖子,改成大火,煮约三分钟, 菜汤汁粘稠即可回锅肉煮料,五花肉四百克辅料,豆瓣酱大半勺,小青椒八个,姜三片,花椒一小把,料酒三勺,盐适量,甜面酱小半勺,饭二半,大葱半根,老抽半勺做法,一,材料一,姜切片,大葱切断,花椒一小把备用,二锅里加清水,烧开后加入材料一, 加半勺老抽,二勺料有混合成汤汁,煮三分钟,三,放入五花皱块,中火煮十分钟,筷子可轻松戳入,捞起后放凉最好入冰箱冰两分钟,切薄片,四,材料二,炖肉的同时,青椒鞋切开,大葱树切丝,蒜拍碎,豆瓣酱,甜面酱备用,五,热油锅入肉片煎炒,直肉片表面微软,转中小火,入大半勺豆瓣酱,蒜末爆炒, 炒出红油,入小半勺甜面酱炒匀入味,加一勺料酒,一勺炖肉汤汁,六,肉香四溢后转大火,入青椒,大葱丝边炒至熟,加十量盐调味,关火,版权规作者和文学成所有,转载请住民海外吃火。